每日来到主人面前 共同经历神的恩典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当狂野爆发时 参考经文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 就发出善来 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 有一次天气炎热 Ron邀请我们一家 到他家游泳 我的孩子们都很喜欢Ron 起初他把孩子们 轻轻地抛进水里 激起四件的水花 孩子们不亦乐乎地 要求说再来一次 后来现场突然失控 Ron把孩子们 抛下水的时候 气力越来越猛 抛得越来越远 他开始像电影里头 无敌浩克中的巨人 那样吼叫 最后 还开始把泳池旁的家具 给抛进泳池里 他并不是喝醉了 只是他里面 狂野的性情 突然爆发 而且不能自控 虽然他的脸 还在笑着 但是 一种让人惧怕的狂野 却看得出来 我迅速地带孩子 离开泳池 又尝试帮助Ron平静下来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个理论说 每一个人心中 都有一种狂野的本性 像Ron那样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和善有礼的 但是 就在一瞬间 我们里面 狂野的本性 突然爆发 这个时候 我们里面的自私 卑劣 愤怒 贪欲等等 会造成危险的行为 就算向来 良善友好的信徒 也有可能 突然失去理性 露出狂态 以至于危害自己 伤害别人 想到我们 人人里面 都有这狂野的一面 我们就会明白 上灵 不断在我们心底 积存良善 原来 是一个奇迹 所以 请不要以为 基督教信仰的 就是耶稣受死 为教我们 更加良善 也不要以为 成圣 就是有好的行为 耶稣来 是要领我们 出死入生 改变我们 让恩典和光明 进入我们心里 那最忧深 最黑暗的地方 让我们一起祷告 父啊 当我们感到野性 涌上心头的时候 求你平静我们 并保守我们 脚步不乱 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